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我們做助養的人 我們沒想過你會回頭來打謝 我們覺得給了你 你是有改變 你好了你就行了 作為兒童助養者的Odia 其實曾經都是一名受助者 Odia小時候 澳門的經濟不像現在那麼繁榮 加上家裡一共有五兄弟姊妹 所以家裡的條件不太好 但是學校的貧困學生輔助計劃 就令Odia遇上改變她一生的人 Jackie Mum 到現在我們都叫她Jackie Mum 其實她跟我的關係是源於學校 我聽她說 看到我小時候幼稚園那幅照片 她就喜歡了 她就做這個獸仔 就是因為這幅照片 令Odia過上了愉快的童年 我真的有節日 學校現在有學費 有她的信 有她的禮物 我們那個年代很多人都會穿姐姐 那些衣服 都好像自己有新衣服 但她是一箱裏面有衣服 有玩具 後來就一直都是用寫信 好像不友一樣互動 老師會翻譯 其實老師說什麼 通常都是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直到中學畢業 雖然Jackie Mum 只是載讓Odia到中學畢業 但是他們的聯繫 並沒有因為這樣而中斷 之後那幾年 依然保持著書信的往來 直到有一天 她70歲的時候 我就去紐西蘭 我偶然就覺得 其實我已經跟她 已經認識了三十多年了 我覺得我都應該 要過去見一下這個人 我去機場很多人出來後 突然在後面 有一個人叫我 Odia 原來那個就是我審審在後面 那麼多人立刻認得我 她當時在櫃桶裡 就拿了一疊文件出來 原來是我讀書時候的一些報告 這個就是我讀幼稚園的時候的第一張照片 讀中學畢業 她全部都在那裡 她遞給我的時候 她就說了一句 她說 這是你前半身的資料 這個我很感動 她不斷供你讀書 還有一件事 她將你的東西很寶貴地去珍藏 就算我寫給她的信 她也有給我提到 其實Jackie Mum 曾經載養了16個小朋友 而Odia是載養時間最長的一位 因此她們的感情就親如無淚 第二次去的時候 我就問一個問題 一個家庭主婦來的 你用什麼錢去支持你做這個活動 原來她是用她爸爸 當年離開後 用一個她爸爸的保險金 就做了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就是我來幫助小孩子 讓我後面的路會知道 原來載養人是不需要自己很富裕的 生命影響生命 受到Jackie Mum的啟發 令到Odia產生了載養兒童的想法 近來後來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創立了載養兒童組織 澳門樂線會 自己開始做這件事沒有想過那麼久 現在都做了七、八年 都接了有百多二百個學生 主要就是交生活費、飯費 其實都是千、兩千元一年 其實我們自己吃一餐都可能用了 幫他們的時候 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原來他們很大的改變 我們都接了一個另外的山區的地方 那個就多些殘疾的手術 其實它是一些筋有問題 籌錢去做手術 如果現在做了 有腳枯弄好了 現在懂得走回 要拍一張全家福 對我們來說或不算是有甚麼特別 但是對於山區貧困家庭來說 就是尼足珍貴 所以現職攝影師的Odia 會在探訪時 為他們留下最美好的一刻 幫他們一家人拍了全家福 拍完之後就曬了很多照片 放了一張全家福 轉頭就不見了那張照片 然後我就在那裏撐 原來那張全家福 就在電視機的頂上 放到正正中中在他爸爸擺 為何擺在那裏 爸爸說這張照片 就是我們第一張全家福 對我們來說做攝影的人 我們覺得 這已經是很好的回報給他們 我覺得他們看著那張照片 開心的笑已經對我很好 私備秀更有福 如果當初沒有Jackie Mom的幫助 Odia 的人生軌跡或是會好不一樣 所以有能力的話 就為身邊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或是會有你異常不到的回報 作詞・作詞・作曲 李宗暗